好 接著要上的叫做所謂的新天體 再把迷惘星幹掉那個會議上面 把他剔除 趕出形的 他就定了一個新天體叫做矮行星 什麼叫矮行星 第一個 讓太陽 廢話 第二個 夠大顆 一樣夠大顆 不能插 插就算夠 好 大顆 第三個重點 沒有清乾淨 沒有清乾淨 剛剛還是這個行星上怎麼叫清乾淨 他沒有清乾淨 然後他不是衛星 不是衛星 這樣叫做所謂的 海行星 根據這個定義 根據這個定義 就有 當時有三顆 一顆叫做古神星 是小行星中最大一顆 還有一個冥王星 看到那個亥 冥王星就看到那個 西神星 然後後來還有豐富一些 王豐一些 然後冥王星是在海王星以外 因為那個古神小行星是海王星以內 好像這顆 叫做新天體 這個是 然後呢 後來就多了一些 看看就好了 這個是多寫的 告訴你說還有這兩顆 也被獵上海之心當中 好 這個當然是嘗試的 你聽聽看就可以了 然後就分類 剛講過了 第一個叫古神星 他以前是列在小行星裡面 現在算升級 從小行星升級叫做 矮行星 然後再來叫冥王星 這叫做降級 本來是行星 後來被降級變成叫做 矮行星 那新人就是這個害了冥王星被看到那顆 好 你呢這顆呢 你還不夠資格叫做行星 你只能叫做 海行星 就是他 行星 這些資料 這也不用背 看過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差別是有沒有清乾淨 有沒有清乾淨 是 當我會叫 後來會叫小行星蛋 那邊有成千三萬顆 九團那倒來倒去 那古神經最大顆 你的旁邊還有很多很多的沙沙沙 跟他一起在那邊 知道 他沒有把他的軌道給清乾淨 那其他像比如說水星金星 我的冥冥總的就是我才到而已 沒有人跟我搶 沒有別人沒有 如果有別的 那我就給我吸的 都給我撐進去 反正就是只有我 只有我 所以呢他就清乾淨 所以重點就是他有沒有清乾淨 有沒有清乾淨 像我們的水星金星地球呢 就清乾淨了 就只有我們 其他喳喳喳 那我就被吸進來 就被甩出去 他不會跟我共享 我的風轉軌道 可是像我們剛講過的 那個古神星啊 像所謂的 當然像講過的 那個冥王星世 或者是信人 就是過活在天底的一個 一緣 他還有很多的 跟他一起到一起到一起到 所以呢 他沒有清乾淨 所以他只能列在所謂的 矮奇心當中 矮奇心當中 好 像古神經都沒有 所以他只能夠 備列在矮奇心當中 裡面 然後後來呢 我一聽不懂 會搞一個碗頁 搞一個碗頁 叫做 類冥王星 我個人認為 搞這個碗頁 只是為了要安撫美國人的用品 因為叫美國人不要再吵 因為自從把冥王星幹掉的時候 美國人就很不爽 很想要一心一意 想要恢復冥王星的行星的地位 你有沒有講過 冥王星是美國人的小傲 好 但是呢 後來就說 你們不要吵了 你們的冥王星很重要 你看到沒有 我們有個特別的 其實叫做 類冥王星 類冥王星 這個類冥王星呢 就是這個意思 繞太陽 但這樣比較遠 要軌道要大於海王星 然後 噗啦噗啦噗啦 這樣子 叫做類冥王星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要安撫美國人用的呢 因為剛才講的矮行星裡面 是有一顆 不叫做類冥王星 就是那五神星 要在海王星裡面 其他全部都是 比如說說 我這裡有一坨的星星 你們叫做 矮行星 那除了這一顆之外 你們都叫做類冥王星 那搞在幹什麼啊 你搞在幹嘛 所以我個人偏見 我純粹是我個人偏見 這只有一個原因 不可能要安撫美國人 賣過叉啦 你們冥王星很重要 有個叫類冥王星 看到沒有 很特別咧 別在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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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個人的偏見 個人偏見 以後來就鬧了 這也是看看就可以了 OK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